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安居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明天将在金门会面 这次去年开启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后第三次举办 那么在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二月份去职之后呢 夏张会是首次登场 那么地点也首次选在金门 那么有关这次可能探讨的议题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那么在今天节目现场特别邀请金门大学国际季 大陆事务学系助理教授邱锤震 让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品系 非常欢迎邱老师您好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首先我们想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次选在金门举行的夏张会 这个时间的选定还有地点选择 您观察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考量 是选择在金门就非常的有意义 那么金门是经历过国共内战最激烈的地方 也是在世界冷战著名的一个要塞 那么过去他就是有非常深刻的战争的意义 那两岸的和平 那么甚至协议的协商能够选择在金门 也证明两岸关系就已经告别了战争的阶段 进入和平协商的时代 那么上一次在金门举行两岸重要的会谈 已经是25年前的1990年的金门协议 那他真的是两岸关系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的 我们说转捩点或者大陆说拐点 那么这次又迎来的夏张会 我们两岸事务的首长的会晤 那么讨论两岸的重要议题 能够在金门更加的民族珍贵 尤其对两岸和平 和平稳定 和平发展 从金门再出发 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里程碑 深具意义 刚刚邱老师也谈到说 这次有讨论议题 包括一些两岸间的议题 还有一些金门在地的民生议题 我们先来谈两岸的议题的部分 包括这次可能会讨论 包括两岸货贸协议 还有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 还有陆克来台中转 还有台湾也会借由这个机会 来表达加入亚投行等诉求 邱老师您怎么样看这些议题的设定 其中有哪些具有迫切性呢 是 其实这次的下张会 是奠基在上一次的 两次网张会的议题里头 包括货帽协议的协商 当然是ECFA 说服帽货帽还继续协商 那么陆克来台中转 也就是已经前几次都有碰到了 那么马总统在最近的一些谈话也说了 陆克来台的中转 那么大陆好像还是有一些疑问 那么但是陆克来台中转这个议题 对台湾如果没有相对的获得解决的话 这对台湾是既不对等也不合理 那么两岸互设办事处 也是已经在这两年来 都一直在保持密切的互动当中 包括比较重要的司法探视权 也应该初步获得解决 但是马总统又释出了 大陆可能认为互设办事处 大陆在台北的办事处 可能会成为学院抗争的焦点等等的 那这两个议题 我个人判断 在这次可能会继续协商 但是要很快达成嫌疑 可能不那么快 至于亚投行的部分 刚刚您提到 就是亚投行虽然在5月4号 这个主席会也曾经碰触到这个问题 那么大陆的一贯的说法 包括国台办 或者是习近平都说欢迎 那我们如果从政府的角度 这是第一次 因为从党的角度 他跟你说欢迎 但是我们政府第一件 是透过国台办再转交进去 那我们透过国台办 那结果我们本来要第一阶段 成为这个创始会员国 那好像不同意 那你要给个说辞 那透过这一次 这个我们夏立元主委 你张志军主任 总要给点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是M503航线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是 也是成为上一次 这个王丹会 这个可能破局的一个理由 那后来因为这个附近航空 就整个就顺势的就中断了 那M503航线 那目前应该已经在启动了 那大陆也是要给台湾一个交代 尤其是安全 航空安全 或者是对台湾这个安全方面 要一个交代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最近除了这些议题之外 那么最近因为两岸相关单位都保持在互动 那么有增加一些新的议题 这个新的议题包括 台湾方面可能会跟大家提到 有关于台湾有一些低放的核能废料 放在中国甘肃 那因为台湾这个核能废料 当然有分高放低放高放的处理 那个是更严解 或者说低放的 低放就是说那个 比如说那个防护的衣服 或者是周边的东西 跟那个核的燃料 不然无关的东西 这种是指于低放射线的 这个过去就放在我们 那个台湾那个蓝宇这个地方 那本来要放在金门 或者在金门提醒 本来要放在金门的乌丘 那但是要经过公投的一个程序 过关的可能性不高了 那但是这个问题 却是台湾内部经济发展 或者核能源发展一个瓶颈 那如何的解决 我们这个核废料一个存放的地点 是我们核能政策一个很重要要突破的 那这是可能会 应该我们的相关的人员跟大陆 应该有初步协商 所以这个议题可能会被提出来 另外大陆方面 或是我们这边的沟通 也一个指标性的 重大经济犯罪遣返的问题 其实我在金门 那么常常看到厦门 那厦门这个最指标性的 重大激进犯罪就是陈友好 那么这个85大楼的董事长 就是这个以前东地市的董事长 那么他一直都滞留在厦门 他在厦门市的这个海昌的这个地方 有个非常大的这个化工厂 XP SP的这个化工厂非常大 那他经营的产业非常大 那他也表达愿意回台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安排 也值得我们关注 那另外在这个4月底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也通过了一个 国家安全法二读会的草稿 那这二读会的草稿虽然还不是立法 但是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这个二读会的草稿 有关于国家安全的部分 在那个法律的第11条有特别提到 这个包括港澳同胞与这个台湾同胞 对于统一负有历史的义务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当然会触动这种 这种比较敏感的神经 而且这部国安法呢 有标举出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安全任务的这个清单 那当然这个台湾如果要往这个分裂 或是台独的话 那如果这个法一三读完毕的话 我想在两岸关系又会有一些争议出来 那么这次呢 我们陆委会张志军也会严正的向大陆方面 来表达我们严正的看法 好 那么在我们了解在这一次的下张会 可能会就这些中央方面的议题 那么做一些讨论之后 其实在金门方面 这次的议题也包括了不少 那么金门相亲又有哪些期待 那么有些议题是不是会有进一步进展 我想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 谢谢 各界瞩目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和大陆国台办主人张志军的下张会 将在5月23号于金门登场 这次下张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有何意义 有哪些焦点议题 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 5月22号星期五晚间六点到七点 两岸安区节目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畅谈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播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播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谈听友可以播02-2885-3003 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 欢迎事前将姓名地址联络电话 记到两岸安区的电子邮件信箱 ing at rti.org.tw 主持人将打电话给您 而您也可以利用QQ即时报名或表达意见 两岸安区的QQ码是 147 471 7400 两岸安区期待您的参与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安区 那么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 金门大学国际级大陆事务学系 助理教授邱锤正 来针对明天所登场的下章会 进行深度的探讨跟评析 那么这次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 下章会明天登场 这次在地方议题方面 可能会讨论到金门饮用水 还有大陆渔船的越界捕鱼 海漂垃圾 甚至稻采海沙 还有促成更多路客旅游 跟小三通的货物卡关等等 金门在列民生议题 我们现在呢 线上先来连线台北市金门同乡会 李长李台山 那么来谈谈对于这个金门在列民生议题 有什么样的期待 理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那么很难得这次有机会在金门 来展开这个下章会 理长有什么样的期待 对于金门当地的乡亲 有什么样的议题 你们想要反应呢 对不起 基本上下章会是 它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可能盖关我们全国性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说 难得有机会在我们家乡金门来挤办 所以呢 金门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事先解决 是 那么包括哪些议题 刚才有提到 包括饮水的问题 或越界捕鱼 那理长您的看法呢 这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积极面 一个是消极面 积极面来讲 就是我们目前受到的压力 就是海漂的垃圾 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渔船 渔船业界 还有来盗采 我们金门的这个SARS 造成我们整个环境 景观 这个生态 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金门这个问题 这是属于积极应该处理 另外消极的问题 是可能需要大陆来配合的 就是像金门缺水 供电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地方 两岸如果要来诚心来谈 应该这两个方面 都应该要做深入的这个检讨 并且去弱势 好 非常谢谢理事长 谢谢您 谢谢您的意见 好 那么邱老师 那么也差时间在金门大学任教 有感受到这民生方面的 这些问题的迫切性 是 这次在金门下章会 同时要解决金门的民生议题 那么刚刚我们理理事长已经讲了 海漂垃圾 这已经漂了十几年 我在搭小三通 往往我站在甲板上 我看到垃圾越来越多 就代表快要到金门 因为大陆那边有打捞船 但是海漂垃圾 我们金门这边没有打捞船 所以我常常垃圾一多就发现快到金门 这边海漂垃圾最多的就是因为 在厦门九龙江沿岸 漂流下来的垃圾 那么已经污染了金门十几年 我们的金门大学 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 都曾经到海边去清理垃圾 越捡越多 都是捡几次的 我觉得这个大陆它没有管道 或是我们两样之间 没有一个合作的机制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对金门的影响太大 同时因为金门是海岛 当然就是因为海漂垃圾很脏 而且海洋受到污染 以至于到金门去 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 没有去像澎湖一样潜水的经验 玩水的经验 就是或是看到什么热带鱼 珊瑚都没有这个经验 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海边受到污染 因为刚刚你历史上也有讲到 像越界捕鱼 稻采杀石 这个都越来越严重 尤其稻采杀石 因为对岸正在盖一个新的机场 它填海造陆 那么到金门来抽沙 附近的水域抽沙 而且是就到我们的界内抽沙 抽了很多沙 虽然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在驱赶 或是直接把那船拦下来罚款 也蛮多 但是防不胜防 因为这个有非常高的一个利润 另外还有提到小三通的问题 刚才有提到货物卡关 那是由于中国大陆在做福建自贸区 有关于小三通的货运 他们采取海关的正规化的作业 开始针对从金门到中转到大陆去的货物 给予比较严格的正规的管理 过去因为我们金门到大陆去的货物 都视为小额贸易 结果在通关方面给予很多的方便 包括比较低的税负 比如说接近成品的东西 可以用零件来磕水 或者是可以沾棺礼带 不然这个是面膜的 一箱面膜可以爆成一箱矿泉水 或者是说它可以夹带 夹带像一些正常产品就算了 可能有夹带一些违禁的产品 所以大陆就说夹带发生了一些 什么枪械 毒品等等的 其实他们最近中国大陆 很多地方都在实施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 开始阻绝贪赌 事实上彼此间的通关的便宜形势 也有很多贪赌出来 所以这次的中国大陆 在靠近金门的几个港口 开始海关的正规化作业 它有它开始要建立 福建自贸区的考虑 海关正规化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到 过去便宜形势的那种中转 所以使得金门的货运 短短几个月降低到80% 这个对金门的民生是冲击很大 连一点缓冲或是预警都没有 所以造成我们金门乡亲 目前有一千人失业 一千人以上的 而且是立即失业 我想这个大陆也要来关切一下 就好像是62号文件 造成我们很多台商的优惠措施取消 然而最近又做了补偿 像这个货运中转也是这样 还有提到说人流的部分 其实大陆 透过小山通来的大陆人士的旅客 每年大概是只有20万人 来入出近大概40万人士 坦白讲这个对金门 这个由于大陆客的人次还是不足 比如说小山通一年都有150万人士 大部分还是我们台湾在用 那么厦门市的游客一年有4000万 中国大陆还是在它的沿南 采取非常严格的人流管理 所以以至于陆客被核准到金门旅游 这非常有限 虽然其实金门县政府也好 我们台湾的陆委会也好 都协助金门 都呼吁对方能够放宽人流管理 但是中国大陆还是采取非常严格 包括我们今年元旦 采取了让大陆的入台能够落地签 也在金门领导来实施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平均 大概每一天落地签的人 平均大概93个人 现在是不多了 虽然开放四个月已经有一万多人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更多 不然像我们金门 有很多重要的BOT的大型商场 我都看不到陆客 我看到他们能不能撑多久 我常呼吁我们学生多去看电影 让他们BOT能够撑久一点 种种的原因 我发现基本上可以归纳出 很多议题都是大陆对不起金门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军就是到台湾来 到金门去应该要好好补偿 这个金门 应该好好体恤金门所受的苦 那么能够补偿就补偿 能够让整个像环保的问题 越界捕鱼 稻采沙石 海漂流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最好 创造一个双方合作的这种机制 来治理金夏之间的海域的问题 除此之外 通水的问题 现在剩下最后灵门一脚 就是价格听说已经谈好了 已经谈很久了 这是金门人期盼20年的事情 希望能够带来好消息 邱老师我这边查问一下 就是金门的饮水的部分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多严重 是很严重 岛屿基本上都是缺水 如果人口一多的话 那个缺水更加严重 我们金门过去有10万大军 所以挖了很多湖泊 但是我们的湖泊都很浅 而且很浅的话很容易悠氧化 水质不佳 其实金门如果要严格定义 它的水问题是在水质 水质的问题 而不是水量 水质的问题就是 金门最好的水都是地下水 那么这个地下水 因为金门有一个 就我们诗人所说的 我们郑仇语诗人说 我们有一个神秘的红土层 这个地上下垂水 经过我们神秘的红土层 就变成我们金门 非常珍贵的地下水 这个地下水 我们突然来酿酒 才酿出全世界 或是两岸都非常雌民的金门高粱酒 这是我们金基姆 但是我们因为 我们的乡亲大部分 也是喝地下水 或是直接取用井水 或是地下水 所以由于人口也增加 那么地下水有慢慢枯竭的趋势 而且金门是海岛 假设我们的地下水被超错的很厉害 我们海岛外面的海水会入侵 会造成我们岩化 钙化 我想各位乡亲 我们听众朋友 应该不会是喝有盐分的高粱酒 那个对金门的经济打击太大 所以我们也尝试着很多用水的多岩化 包括自己把水能够净化 自己也透过海水淡化 但是由于我们刚刚说的 金门的海域被污染 海水淡化的成本非常高 有两座的海淡产也都故障 就是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不得不才跟大陆通水 买水 那么双方都已经把通水管 都经过很久的协商 也讲好了又铺十几公里的水管 工程费也谈好 那现象水价 听说水价也谈好了 我们在期待这个好消息 金门如果有从大陆通水来的话 对金门的民生帮助很大 当然我们金门是前线要塞 我们还是要保留自主的部分 不能说他关上水龙头 我们这个国安 我们的民众的这种基本的生命 就可能被受到威胁 这可能也要有安全方面的考量 用水问题非常严重 希望在这次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民生用水没有解决 观光要怎么带动起来呢 反正用水也是一个问题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G 那么在节目现场 我们邀请到金门大学国际级大陆事务学系 助理教授邱锤正 针对明天所要登场的下章会 我们做深入观察 那么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有广东的张先生 也要反映你的意见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是 那么您对这一次下章会呢 即将登场两岸的事务首长会议呢 要谈的议题 不晓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金门选的选址吧 应该就是那边 关于金门和厦门这边的水域啊 各方面海域的处理了 或者是经贸的方面的交流了 基本上他一般不会涉及政治方面的 就是民生方面的议题了 一般 是 好 非常谢谢这个广东的张先生 陈老师您怎么样看 这次在下章会的话 除了讨论一些两岸方面中央层级议题的话 也在这个场合里面讨论一些在地的民生议题 您怎样看这次这个会议举行选择的议题 他透露的讯息何在呢 是 这次的会议我看他们已经公布的资料 第一天就明天23号就先讨论 我们两岸的这个全局性的问题 那么第二天就讨论这个金门的民生议题 坦白讲 我刚刚稍微列举了那么多的议题 基本上很多很多 不可能集中在实际谈判上才开始 酝酿问题 讨论问题 据我了解 双方都已经在事前的沟通了 明天只是行李独移 走过场 其实就是剧本都做好了 远远也准备好了 就是去演出而已 当然演出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带来为我们两岸的这个乡亲 为金门乡亲带来真正的好消息 让他们活得更有信心跟尊严 那么去面对这个两岸未来的和平发展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过去好像没有在地方议题 会很明显比例上 会在这个中央会谈的时候 首长会谈的时候会触及到的 所以这次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是 事实上金门跟我们台湾的各县市最大的不同 因为离大陆太近 它深受中国大陆因素的影响 那么它的各种的生计问题 都会直接受到影响 过去呢 由于两岸或许这个议题不够重要 或许双方没有搭起这方面的这种沟通的桥梁 金门县 包括县政府 包括乡亲 都到处去奔走 重视这个因为金夏之间很多衍生的问题来 那么都没有认真在为这个双方之间的问题在讨论 所以金门的这些官员常常跑去台北 请求中央政府帮忙之后 他们也常常到福建 到北京去反应意见 经常做这种事情 但是都不得要理 唯有双方的首长或中央政府重视才有可能 我们有一种区域理论 次区域理论 它观察的问题就是说 除了地方政府有积极性之外 像地方政府很积极 厦门也是 福建都很积极 它一个前提必须要中央政府参与 就是同意或者背书或者接受之后 这种次区域合作才能启动 这是我们两岸的经验的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次的金门 跟大陆之间的一种合作事件建立起来 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处可及的 需要长期间有一个沟通交流合作的机制 或者平台 慢慢才有可能 像一些环保问题都不是 都需要慢慢来自立的 双方要合作 我想这个也可以把两岸关系带到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希望建立一个范例 好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听众朋友的话 如果是大陆 华北 东北的听友 可以播10800-886-0063 而华中 华南听友 可以播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 可以播02-2885-3003 另外听众朋友可以透过QQ 及时表达意见 两岸的QQ码是147-471-7400 好 我们接着来接听 来自江苏的钱先生 钱先生您好 嗨 谢谢您好 秦先生您可以说明一下 您对于明天要举行的下张会 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期待呢 我觉得在金门举行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我一提到金门就想到 823炮战嘛 丰富金门如今变成和平之地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是 那对于明天的下张会的议题 有哪些议题你是比较关注的呢 明天的下张会 我觉得就是签署两岸国贸协议非常重要 是 好 相关议题 相关议题 好 非常谢谢江苏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相关要能达成和平协议 是 好 非常谢谢江苏的钱先生 好 您的来电发表您的看法 邱老师 其实您刚刚也谈到说 这次在金门谈一些金门在地的一些议题 有很具有这个 可能像建立一个示范性的作用 会以后可以推展 那您觉得这一次下张会讨论这些议题中的 刚刚亲战朋友对一些议题有谈一些看法 空眼听有谈的看法 您觉得哪些议题可能会在这次下张会 会有比较多的进展 或可能会达成呢 我想这个通水的部分 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通水的部分 那么金门是一个里岛 如果有通水 那会带给很多企业信心 同时他才可以装更多的游客 或更多的居民来用水 所以通水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可能小三通的人流 大陆也可能会某种程度的放宽 毕竟一个厦门一年有4000万游客 包括他们大陆内部境内的游客 跟这个境外的游客 近来有4000万 有一个旅游项目叫海上看金门 就坐船去看 我们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在大俄胆那边看 有200万人次 偷偷看有200万人次 你为什么不上岸去看呢 去逛逛呢 而且上岸去竟然不到20万 所以他们进行的这种人流的严格管理 这对金门是不合理 显然他们还在做某种限制 我们希望小三通的人流管理 两岸使用的应该有来有往 你看台湾才2300万人口 大陆有13亿人口 但使用小三通目前还是大概2.5比1 这个使用还是不太平衡 希望能够放宽一些人流 那么也帮一下金门的一些解决 他们旅游产业 能够提高一点 能够有更多的繁荣 小三通在2001年就启动了 不过十几年下来也的确带给方便 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议题 必须要进一步来做一些沟通 我们希望在这次下章会当中 能够会有进一步比较细部方面来做下来讨论 好 那么在这一次的下章会当中 其实短短也只有可能一两天的时间 可以触及到这些议题吗 那么大家可能都在期待当中 不过就两岸和平发展 那么在过去这几年下来签订了21项协议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未来是要面对的 那么继续要请教老师 您观察还有哪些议题 其实在未来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当中 是要去严肃尽速来面对的呢 是 其实我们从王章会来看 他每次两个人会晤完 都会有一些什么共事方面的表达 不管是四点还是六点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这次下章会的议题 都是王章会去年一整年谈下来没有解决的 比如说护设办事处 比如说陆克来台中转 比如说有关于ECFA后续的协商 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台湾要求参与更多的国际空间 或是经济合作的协议领域 这些都没有停滞不前 所以他们的界面 我觉得不在意创设很多新的议题 而是说把上次讨论过的议题 能够有效的落实 至少要阶段的付诸实施 否则我个人觉得是 讲很多议题但是没有被落实下来 所以每一次 从王章议会 从去年2月到6月 甚至11月在北京EPIC的见面 一直到现在 这些议题要 你看被落实的少 所以我会建议说 现有的议题应该落实下来 况且今年下半年要进入选举 明年有政党发生轮替的话 那么这种两岸事务首长的协商机制 会不会受到干扰 也可能会有变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珍惜这一次金门下商会 让他有一个不错的基础 再往前进 所以未来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也希望这一次下章会 讨论出的一些议题 在两岸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议题方面 能够达到共识 尤其是在金门 当地民众非常关心的在地民生议题 包括是金门的饮水 还有大陆渔船越界捕鱼 还有海漂垃圾 稻采海沙 还有小三通货物卡关 已经促进更多路客 到金门 还有甚至马祖地区旅游 这些等等议题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 非常高兴访问到 金门大学国际级大物数学习的 助理教授邱锤震 邱老师 针对明天将登场的下章会 有哪些焦点议题 还有哪些焦点 我们做深入评析 也针对这些议题 我们做详尽的分析说明 也非常感谢 今天空音进来的听众朋友 好 非常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